大家好,我是小萌 我现在是在海拔三千五的一个地方 然后刚才还不路过一个新都镇吗 然后我跟我拉说 我说咱俩买点菜,咱俩做饭呢 他来这 他来我俩一次饭也没做过 在外的吃不好吃 其实,回来的都还不好吃 做饭 我说吃啥呀 沙都行啊 我说买啥呀 沙都行啊 整个跟个大门头捋死 沙都行是啥玩意 系里我不想做了 以前就跟个大门头捋 就这处可照着个人了 他那还做一样 沙都行啊 但不知道沙都行是啥玩意 完了 哎呦我的直播架坏了 这个锡盘就喀喳往这里一起 往我手机都放着中然坏了 我就得手动了 我不管他吃啥 我自己吃自热火锅 那里他不能吃 他吃什么就吃什么 我自己琢磨吧 外边有豪牛 牦牛 牦牛 他不行 转一头啃一下也行 然后现在我就开始煮火锅 不知道海拔三天五能不能熟啊 这玩意海拔不 就是大火鸡都不容易找 现在 哎呦好火鸡啊 还有火腿啥呢 咋的呀 你想吃啥 你就自己整去吧 实在没有 那边还有牛粪牌的 你去拿一个啃你吧 拿牛粪牌给你放一个 哈哈哈 讲一马别跟我说了 气功像刚才跟我 我给放车里了 我怕在外边他太凉了 不熟啊 还行哈 他也冒热气 哎呦你们看 他虽然冒热气 但好像不太开锅 你看气少 这我老二嘎去了 刚才把那个就是那个小小凉席 那个小凉店拿走了 我完了 他跟当地两个藏民在那 藏族的 藏族村民前面是一个村子的 帮我除去 干我 进去 真的 那儿子 谈啥秘密事呢 不知道 他是不是要上他家买牛肉去 那我这伙伙不白吃了 哈哈 他是比要偷的吃牛肉啊 他 猫牛肉 这不老二伙人干啥去了 跟他拿了小聊席 你这没有我吃的 我去整牛肉吃 跟村民 跟村民说啥了 不是你刚才我出去 你让我进来干啥呀 说啥秘密事了 村民问我干啥的 我说那啥我路过的 他问我是不是做买卖的 我说我不卖东西 他买东西啊 不知道啊 他问我干啥的 你们上那儿买了这牛肉啊 他不卖 卖牛肉也买了 我吃不饱了 你不卖 你上他家那些牛腿上 卸个大腿就啃呗 你那么生硬 他不把我放大牛放了 吃啊 自己决定吧 我的还没好的 刚才我把这小凉点拿走了 快关门 一会儿不开了 好了 差不多了 那个粉 这个粉丝能吃的 这粉丝能吃的 这些土豆片 啥应该也能吃 我可不愿意吃这菜包了 你说我不愿意吃这菜包 就这两个粉丝 啥时候 我就不爱吃自热火锅里的菜包 那我就不给你们拍我吃 我拍不了 我那支架坏了 没人给我拿着支架了 现在